湖南卫视的美女主持人沈梦成 最近悄悄的来到台湾 替厦门卫视出外景 来介绍台湾的一些伴手礼 今天下午她到了面包店 要挑战切牛軋糖 那么看起来切得还颇有心得 而第一次来到台湾的她 在前几天也特别到了台北东区 去逛逛罗志祥跟周杰伦开的店 她还说呢 非常喜欢台湾的生活步调 甚至还说有机会 希望能够来到台湾发展 我是要找你吗 到面包店 出外景 湖南卫视美女主持人沈梦成 一身清凉 替厦门卫视介绍台湾伴手礼 很厉害 很厉害 切完了 你看 我切的牛軋糖 它的那个颗粒很饱满 然后边切我的口水就 边往下流 就恨不得就整块放在嘴里咬 挑战切牛軋糖 沈梦成一点就通 连师傅都竖起大拇指 偷一回来台 五天四夜工作之余也不忘完了 我有去到那个东区 主要是去那边就是有看到那个什么 罗志祥的店 还有朱杰伦的店 还有去逛很多小店 去淘一些衣服 对台湾充满新鲜感 眼睛闪闪发亮 自然的俏皮模样 也被广告商向重 找他来试镜 我是全能发展的艺人 主持也可以 然后有什么 因为台湾的偶像剧很出名 然后有什么偶像剧也可以 从我是歌手发迹 亮丽甜美外形 让沈梦成知名度大开 能不能如愿来台发展 也让人相当期待 哇 台湾美食真的超棒 东森新闻 沈锦阳王振宇在台北报导 是表明的 测试 还在这是